接下來的題目 請問你鐵釘下面是哪一集 鐵釘的下面是哪一集 就是數S、SN數完就會了 S、SN數完就會了 帥哥24 N4不在 帥哥3號 等一下3號 下面哪一集 N級 S、SN S 實話近端升一名級 遠端升同名級 所以擺成這樣 所以就知道是N級 請問你去掉磁鐵之後他還會不會互相吸引 這是鐵釘 我講過交鐵釘就表示什麼東西啊 就表示他是 30 30 Fo Fo請坐 這是要烤軟磁鐵硬磁鐵 鐵釘是軟磁鐵容易被磁化磁性容易消失 所以呢拿掉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不會具有磁性 所以我們選的是Fo 請問你 可以用什麼來做 我教過了鐵釘是什麼 鋼釘是什麼 剛剛講過了 所以呢 我的永久磁鐵用誰來做 四三 四三 蛤 C 你說C嗎 CiB C 請坐 我們說過 我們說過要磁性物質 才能夠被磁化 鋼釘 鋼釘都不是磁性物質 就不用講了 但是要永久 所以我講過鋼釘算永久磁鐵 鐵釘算暫時磁鐵 所以呢 我們不選B 我們選的是C 選的是C 請問這裡有兩題 第一題 兩個棒子 兩個 一直都只有互相吸 它是什麼 都是軟鐵棒 都是磁棒 還是什麼 二六 二六 你說什麼 C 你說 如果都軟鐵棒 就完全不會作用 都是磁棒 同名級會相視 一名級會相吸 不會永遠只有C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磁棒 一個軟鐵棒 那如果是一個磁棒的軟鐵棒 像A圖這樣做會吸住 像B圖這樣做吸不住 那誰是軟鐵棒誰是磁棒 好 現在要不要誰是磁棒 有沒有女生啊 有 10號 C 10號 10號 C C 你做 磁鐵兩關磁力最強 所以那個A圖一定吸得住 可是如果換到了B圖 如果甲是磁棒 那就應該吸得住嘛 可是吸不住 所以甲表示呢 甲不是磁棒 所以應該是甲是軟鐵棒 乙是磁棒 所以呢我們答案應該選的是C 所以我們答案選C 就是一個簡單的練習 OK嗎 OK 請寫課好練習